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老人斑,又称老年性色素斑 是因为皮肤老化所引起的 和紫外线所累积的伤害有关 主要发生在脸上和手背 老人斑的表现是米粒大小的隆起粗糙斑点 随着年纪的增加,大小会扩大,也会愈来愈突 长老年斑可以说是老年人无法避免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看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 不论是手上的皮肤还是脸上的皮肤 甚至全身都会长一些赫黑色的斑块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老年斑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老年人的老年斑是怎么形成的 1. 老年人的器官组织功能变弱 我们都知道,随着老年人年纪的增长 身体许多器官组织功能都会减弱 特别是还会伴随着一些慢性病 身体的机能就会降低 肝脏的解毒功能也会降低 这样就会造成肌体的代谢功能慢慢减弱 而体内脂肪却十分容易发生氧化反应 从而就会产生一些老年色素 因为肝脏的解毒功能减弱 这些色素、毒素就无法及时排出体外 就会形成堆积 在细胞体上呈现出来 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老年般的形成 2. 体内的新陈代谢功能减弱 随着年纪的增长 皮肤缺少营养的滋养 就容易失去水分 而随着体内新陈代谢的速度的变慢 血液的循环速度也会变得缓慢 当身体产生了一些色素 就容易在皮肤上堆积 特别是堆积在我们皮肤的基底层细胞上 因此人体的表面就会形成了老年般 3. 过氧化物酶的活性降低 这个是老年人无法避免的事情 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 身体的代谢功能自然是慢慢降低 那么体内的具有抗氧化作用的 过氧化物酶的活性就会变弱 这样人体内的自由基却增加 而自由基的增加就会诱导过氧化反应的产生 从而就形成了老年般 特别是进入60岁之后的老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些老人般的树木也会逐渐增多 而且面积也会慢慢扩大 为什么人老了就会长老年般呢 是不是因为体内的毒素过多而造成的呢 老年般产生原因 皮虚会导致血虚 皮虚的人又叫做皮部射血 皮部铜血 这样的人容易发生血管外出血的现象 血管外一旦出血 就会形成瘤血 血瘤之后就会形成堵塞 就会形成斑点 当然也不缺乏以下原因 1.暴晒 喜欢在户外活动的人 经常在太阳下暴晒 外出时不注意防晒 皮肤长期受到紫外线的照射 会导致皮肤病变 黑色素沉着而出现黑斑 色斑 老年斑 2.年龄因素 老年人由于身体各个器官功能衰退 细胞的代谢功能也会减退 此时体内堆积过多的脂肪 部分会被氧化并沉淀 形成老年色素 这种色素容易沉积在细胞体内 久而久之形成老年斑 另外 老年人由于皮肤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 皮肤的毒素无法及时代谢掉 长期沉积在皮肤内 也容易形成老年斑 3.不良生活习惯 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 体内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 血液循环变得缓慢 再加上很多老年人喜欢进行不良嗜好 喜欢吃高热量 高脂 高盐的食物 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容易加快细胞的衰老速度 衰老的细胞组织由于分解 排液功能异常 就会导致褐脂质超量堆积在局部皮肤细胞基底层内 久而久之形成老年斑 4.乱吃药 有一些女性喜欢吃各种保健品或减肥药 这些药品含有大量的激素 容易导致体内激素失衡而引起老年斑 另外有一些女性长期服用药物 很多药会导致人体产生黄体素 从而产生黑斑或老年色斑 所以 驱除老年斑的关键就是通气血 补气血 双管齐下 补气茶 山楂核桃茶 核桃或者核桃粉 老年人气血虚弱 所以要补肾 核桃有补肾 补气 活血的功效 一般情况下 以冲泡 以粉为宜 注意 用核桃活血 不能剥去核桃外面褐色的皮 制作方法 材料 核桃仁500克 山楂150克 红糖100克 也可以不放 做法 一 核桃仁放入无油的炒锅 用小火炒香 用力切碎 或用料理机打碎 放凉 二 以上全部原料分成十份 分别装入十个茶包袋 装瓶密封 放阴凉处或放冰箱处冷藏 三 每次取一袋 沸水冲泡 焖30分钟后饮用 四 最后连核桃山楂都可以吃掉 补充 有老人怕吃糖的话 红糖可以不佳 老年般手步操 去除老年般光喝带茶饮还不够 配合恰当的手步操 效果更加惊人 一 双手互搓手背 两手背相对 互相搓 搓到发热为宜 二 两手背互拍 两手背相对互拍 同样也是发热为宜 六种食材 有效去除老年般 一 蜗具 蜗具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E 而维生素E具有很强制抗氧化作用 使得细胞膜不受到损伤 能尽量减少各组织止喝制沉积 因此能延缓组织及细胞老化 老年般自然而然就能被淡化一些 具体食用 清炒或凉拌皆可 二 西红柿 西红柿是餐桌上常常出现的一味食材 番茄红素不但有着很强的抗氧化剂 抑制着黑色素的形成 还能有效地帮助人体 抵抗各种因自由基引起的退化和老化疾病 是去除老年般的有力武器 具体食用 熬汤 西红柿炒蛋 或者生吃 接壳 三 生姜 经调查显示 饮用蜂蜜生姜水超过一年 便会有明显的老年般退化 停止生长 消失等情况 因为生姜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 能够有效地对抗自由基 还有着很强的抗氧化剂 对黑色素的生长也有着抑制的作用 具体食用 切适量姜片放于杯中 加入200-300毫升的水 浸泡约末7分钟 加入少量蜂蜜 搅拌均匀 即可饮用 四 芦荟汁 芦荟的药用价值极广 对于老年般也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因芦荟的汁液中含有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和蛋白质 能控制肌肉 不使其失去弹性而老化 让细胞重新拥有防御病菌的能力 从而防止了细胞的老化反应 具体使用 去芦荟液 去皮 将汁液敷在患处即可 每日两次 一个月便可去斑 五 杏仁 美味的杏仁含有丰富纤维以及抗氧化剂 而维生素E能有效地清除黑色素 并且减缓细胞和器官的老化速度 使得身体新陈代谢功能有所好转 因此能最大限度抑制和氮化老年斑 六 醋泡鸡蛋 因鸡蛋含有的营养价值很高 因此能够有效补充身体各处所需的营养成分 从而延缓了身体各项机能和细胞的衰老速度 使得推迟了老年斑的滋生 具体食用将鸡蛋洗净后擦干 放入装有醋的瓶子中 可多泡些 每碗两个 连续一月可淡化老年斑 老年斑一般情况 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并无太大危害 但如果在短时间广泛密集地出现老年斑 或脂液性脚化的皮疹 并且伴有骚痒 出血等症状 应该立即就医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